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脚步不停 惩治腐败的态势一直持续不断 打虎 拍影 猎虎 茶围记 纠四丰 党丰联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 为此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推出2018反腐年中系列报道 为您梳理今年上半年的反腐看点 1.2018上半年打虎战报 近十名省部级及以上级别干部被查据记者统计 截至6月30日 今年全国各地有至少20余名落马地级市党委常委被通报 涉及约12个省份的22个地级市 其中11人为首次被通报调查 名单见文后复表1 其余为案件查处进展情况 名单见文后复表2 从职位上看 今年首次被通报的11人中 担任地级市市委政法委书记的人数最多 为3人 其次是市委副书记和市委宣传部部长 分别有两人 其他职位还包括市委统战部部长 市委秘书长 是政府常务副市长等 值得关注的是 在首次被通报的干部中 安徽马安山市委原常委 宣传部部长苏从勇 已经一送司法协被检查机关逮捕 辽宁省大连市委原常委 原常务副市长袁克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其余人员仍处于当地纪委监委审查调查阶段 暂无最新查处进展消息 在这些人中 英属四川省广安市委 原副书记严春风 最受网友关注 5月中旬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 爆料了严书记女儿的妈妈 在医幼儿园家长群里飞扬跋扈的言辞 随后 网友继续深麻细咎 爆出了更多信息 四川严春风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5月14日 四川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已关注到网友反映 严春风渔情相关情况 已及时介入调查核实 5月18日下午 四川省纪委监委 发布了广安市委副书记 严春风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 5月18日 微信息 严春风 涉嫌丽重违法 局限制灭 4月23日 纪纪沙 爆竹筋尾 义嫌丽重违法 最后 开始选择 5月20日 微信息 严春风 涮心永违法 平纪 杨重违法 代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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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